彭总才怎么讲?你干嘛? 风吹草动,万一引起恐慌性的这个资金一下子的外流,台湾崩下去怎么办? 所以台湾现在是战战兢兢啊,你看这个经济成长力啊,从这个经济成长力这边来看,从年资料来看,这是阿扁付的一年,对不对? 这是马政府付的一年,这个第一年呢,冲上来以后,接着下来,在低度成长这个区域里面在震荡啊,所以怎么会太好呢?不可能有太好的消息嘛,不太坏就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完全都是因为我们本身国内的这个投资环境,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整整个结构没办法突破,所以要做长期努力,短期可以保守一点,长期要做努力, 长期做努力,如果要自由化,不是弄一个特区来自由化,是前面的我们新的一个布局,来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自由度,开放度的成,提高前面来做布局,这样才对啊。 我做一个非常小的补充,其实简单的说,我刚刚徐委员讲得非常精辟,其实资金区我这样说啦,就是说资金的用意是什么?招商引资吸引人才,那因为现在各国已经很多国家经营开放,尤其他们区域的整合,或是双边的FTA已经签了,所以说我们台湾,譬如说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中韩已经签了这个FTA, 所以我们很多台湾都穿了蛋,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资金区,我们在跟他国在签FTA一直不顺的情况,因为中共的打压,所以我们自行签开放,这个观念就是说,本来是FTA是你互惠,我降多少,你降多少,大家互惠,现在变成说,签不到,怎么办? 我自行开放,你来我这边投资吧,就有点像这个,大家卖面啊,台北过去牛肉面姐,你家,你开一个家家面店,我开家面店,我怎么样吸引生意呢?我降五块好不好?我加个丸子好不好?我加个卤蛋好不好?你把好处都弄完,你这个成本就越来越压缩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台湾可以走的? 第二个,人才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前一阵子,那个因为飞机的问题,机师外流,很严重,在之前我也看到,医生外流,到马来西亚,就一个月零五六十万,怎样多好多好,然后护士也外流,所以我们有些人才流出,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就在自己境内,画一个区别,避免人才流出,吸引外国的人才还可以流进,我们因为关税也降了,那那个所得税,对于人才的这个,这个科税,都特优惠,签证也给你特别的优惠,所以希望你来, 这边,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这是一个大问号,最后一个,既然大家觉得自行区,争议性很高,政治性又太敏感的话,难道没有其他的方式吗? 你像吴对于讲说,把海豚都被转弯了,自行政府的经营生,为什么不能转弯? 在未来一年,有可能让他过吗? 我是实高度悲观的态度,我觉得政府今天基本上是没有抓对问题,其实我们刚刚听起来,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没有抓对问题是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产业结构,你看哦,其实我们现在预估说,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好的,那为什么它是好的? 是因为我们在电子业,电子产品的部分是好的,因为我们的晶片是好的,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有强项,所以呢,只要比如说iPhone的需求很好, 穿戴式跟物源网的需求很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就会顺畅,但是如果它一旦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卡住哦, 其实我们现在的去年跟今年的成长很大因素都是因为我们电子产品的表现还不错,然后我们今年其实为什么会好? 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油价跌,油价跌它期望说因为民间消费率会变高,所以今年看起来GDP为什么有机会成长? 但是后面的变数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就是没有改变嘛,你看无论是你今天说货帽也好,你今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或者说你说自进去也好,我们做的东西现在高度还是跟中国大陆是重叠,而且重叠的比例越来越高, 你看我们的石化业跟它重叠,我们的钢铁也跟它重叠,而且它的产量比你更大, 所以呢,你看钢铁业产量大到它还可以倾销到你台湾来,大到是台湾的经济部还要第一次要寄出所谓的反倾销税, 所以你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说电子业我们还不错嘛,对不对?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它也希望在电子业的部分有发展出一片天,所以它要搞所谓的ICE条容, 才要砸6000亿人民币去搞所谓的ICE条容,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的IC设计产业其实很蓬勃,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是也希望建立自己的IC设计产业,那金元的部分是因为它拼不过台积电, 台积电毕竟它的技术能力还是很高,可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有很多潜在的危机在那个地方冲击, 你如果产业结构调整不过去,今天就算你在资金区,就算你做了资金区,不好意思, 今天大陆也做,大陆有好几个地方在做,不是一个地方在做,大陆至少有四五个地方在做, 然后你看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你今天要跟他做差别话,你凭什么做出差别话,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嘛,所以我们还是掉在一个老路里面, 我们做跟人家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幻想, 什么幻想呢?今天我跟人家要签FTA,或是我要跟人家签贸易协定, 人家还没有开放的,还没有降关税的部分,没关系,我先降, 我陈一先做给你看有没有哪一天,你良心发现的时候会希望降给我, 这个战略是谁定出来?这个战略是肖万场定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FTA难谈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关税都降完了嘛, 那你都已经降完了,你都降完了,你现在还要签码跟人家谈, 就我都降完了,人家就觉得说,你都降了嘛,那我东西卖给你,反正就零关税嘛, 那你到我这边来,你现在没有条件跟我谈,我就还是卡你的关税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资金区也是一样哦,当我以前设定出来了之后, 以后反正人家来你这个地方,现在关税就是降了嘛,那你以后要跟其他国家谈, 你拿什么条件去跟他谈呢?其实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产业结构, 我们已经跟他高度竞争了,所以今年的变数是在哪里? 第一个,你的电子业如果开始慢慢的,比如中国大陆可以取代你一部分, 你这方面的成长动能其实是会衰退的,第二个变数在哪里? 我们的内需有很大一部分,我们内需绝大多数六七成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GDP绝大多数有六七成都是来自于内需,那内需的部分呢, 其实过去房地产占了一定的比例,那房地产我们知道, 反正想今年下修的部分其实已经有危险了,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其实政府投资看起来就在, 我觉得今年政府投资哦,只要不衰退,我觉得一定会衰退啦, 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喊说我们的公债比已经太高了, 你今天,第一个我没有余钱了,因为我钱几乎都被人事费绑住了, 第二个,我现在找到可投资项目其实是很少,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台湾现在很多资金在往外跑,因为很简单嘛, 你没有投资可以赚钱的去处嘛,那对这些资金来说,我既然没有获利的空间, 我一定是往海外去的嘛,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我们今年的内需到底会好, 不会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内需消费力道其实本来是估说, 因为油价下降的关系,我们消费力道看起来会提升, 可是现况是什么,因为物价有僵固性,那它要反映出来, 就是说物价要跌下去,然后我们消费力会提升, 其实还不是很明显,所以其实今年为什么经济有很多的就是变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我先解释一下几个数据,第一件事,房地产是属于民间投资, 这不是属于民间消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件事情, 你刚刚谈到所谓的内需市场,好,我觉得这部分不是单独的一个思考逻辑, 事实上我拿这个IF,就是德国最重要指标,就是IF, 这个我们在研究欧洲,一定会研究IF企业心理指数, 那IF呢其实对全世界都有做调查,这是他对台湾的调查, 他认为在未来半年台湾的景气是整个会看望, 那特别是从蓝色是本季,上一季是就是上一季, 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各个项目以IF的看法是未来六年台湾整个产业蓝色部分, 就是我们说的各项行业的指数都是往上走高, 我们把整个亚洲来看, 其实这样跟大家报告了,就是说如果你谈到香港, 香港是亚太金融中心, 如果你谈到新加坡呢,它是亚太营运中心, 所以包括我们很多基金业,还有很多企业, 他们都选择在香港是企业总部, 那么印尼是属于亚太原物料中心, 那台湾是亚太什么中心? 研发中心,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因为半导体, 我们现在每一年专利权,事实上我们是直逼日本的, 那我们尤其在半导体的得到专利权是大幅的增加, 当然其他产业也在跟进, 比如说像是工具机,工业电脑, 还有机械订单,汽车零组件, 其实台湾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 政府没有给我们一个造源产业的概念, 在早期阿典, 在哪个造源,哪个造源,哪个造源, 那台湾其实是让很多产业自己的部落已经做起来, 如果你今天去一趟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像台中县,沿海的地方, 你会发现到我们自行车的工业非常发达, 那如果你到之前台中县, 就是神刚那一段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们这个就是汽车零组件, 还有汽车的这个工具机的这个一条龙, 这个曾经有数据, iPhone其实有一亿只, iPhone很多只, 但有一亿只台湾的, 就是我们把它带动弄起来的, 那我这样讲, 没有台湾的电动车就没有希望, 早期的这个全球最棒的特斯拉的汽车, 是在桃园做的, 那如果你在往南看,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高雄的这个港, 高雄港, 在城区市长努力之下, 这一定要在美加市里面, 两倍的民事长的议员, 我们是创了近六年, 还是近十年新高, 吞土, 所以当时阿扁是设计, 在高雄港附近, 做亚太的一个营运中心, 就是类似生产, 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一直改变嘛, 那么马英九叫做自津区, 现在快递已经化出来, 现在还在填海, 那其实我相信高雄在等自津区啦, 那自津区的问题出来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个叫陈宝基的, 他就突然之间有个想法说, 我们自津区来做农产品架构好不好, 对, 六广一空一农产, 然后他的, 他会害人有人在吃那个年夜饭, 突然这样呛一呛, 这样不太好, 就是那个陈宝基嘛, 去历里一见那个, 带着这个是中国大陆高官去见我们鼎心那个陈宝基嘛, 他就什么都可以保就基保不了那个嘛, 那其实台南跟高雄都已经规划好, 就是这种类似自由贸易党的概念, 那因为这个资金区一直没有办法通过, 因此这部分也被卡住了, 马英有错在什么地方, 他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干嘛把农产品放进去, 还有你怎么有开放的条款, 让未来去填, 那么最可恶的地方事情是, 他们为什么要把企业因所税从25%降到17%, 今天网人骂人来说最不可爱的地方, 最不可爱的地方, 为什么把25%降到17%, 以至于你资金区的税金, 你没有办法再调整了, 因为新加坡就17%嘛, 你降到17%你没有任何意义啊, 那么其实最关键事情是, 他应该是要先让高雄跟台南的自贸区, 当作是一个示范区, 再考虑说那你台北港要不要开放啊, 然后你桃园航空城要不要开放啊, 那讲到桃园航空城要不要开放啊, 那讲到桃园航空城我又一肚子气了, 为什么呢? 肚子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因为呢其实桃园航空城是一个非常好的物流中心, 可它全部包给远雄了, 那远雄这么做我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 但其中一个关键事情是, 其实台湾的航空的零组舰正在, 因为我们台湾自己设了一家已经上市的这个航空公司嘛, 那它是专门做航空零组舰的, 那么这个长榮啊, 他希望说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飞航的这个零组舰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地呢, 就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到最后呢, 就变第三跑道了, 就没有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仔细去研究这些, 台湾的竞争力在我们的研发的这个能量其实还是持续在增长, 我相信将来就在民党执政的时候, 它也会花很多心思在我们研发的部分, 那我们台湾最大问题是什么地方? 就是工业用地被炒作, 当你工业用草地的成本大幅增加的时候, 你的这个劳动人口又不增加的情况之下, 你势必就遇到一个问题是, 你土地取得困难, 而且被炒作, 那多可我, 原本这块是比如说一工, 我令你不开心, 对不开心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有两公顷的地, 那奇怪就有人把它分成好几块, 好几块几块, 然后你要买的时候最快, 最后一块特别贵, 那你怎么办? 或者说这个地名拿不到, 那么所以你就说你看,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台湾景气不好, 景气好不好, 麻烦跟我们去高雄, 高雄呢, 有一个以前是大家最不喜欢去的一个工业区, 那个名字呢, 我突然忘掉了, 是在那个, 好就这个工业区, 林园, 不是林园, 还有林园, 小港, 那个, 大发工业区, 对, 大发工业区, 大发工业区, 在2006年到, 就是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看, 其实我们台湾最惨的时间, 已经慢慢的在度过, 但是大发工业区在2006年到2008年的时候, 你进去三分之二的工厂都停工的, 但你现在去大发工业区啊, 对不起, 一地难求, 那么现在其实整个地区, 台湾地区, 但只剩张外有零星的工业区, 还有空地, 然后这个云林还有一些零星工业地, 那最大的空地在台南, 有一个工业区有20%的空地, 但那也要盖工业区, 因为看起来不够了, 所以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不能抑制工业用地被炒售的话, 台湾的这些厂商, 他想要秘快地, 招商有点困难, 因此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变得又卡到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有个状况就是说, 外国人到台湾工作, 我们只是外劳, 跟我们本地薪资是一样的, 那这个情况下, 那你又开放又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 你越开放越多, 那个劳工就会生气嘛, 结果发现到我们调高的所谓的这个最低的工资呢, 全部是被这个外劳去赚去了, 那那么所以就有个问题是, 当时就是典政府就说, 那我们应该考虑选择一个比较属于自由开放的区域, 这个区域呢, 这个外国劳, 因为事实上外劳的争端是在典时代就产生了, 我刚才报告, 典时代当时要怎么做, 信义计划区现在是没有饭店, 没有餐厅, 信义计划区就是金融的中心, 叫做金融亚太中心, 你可以想象, 要进广告了, 好, 反正阿扁的事情以后再说, 你这样的鹅肉阿扁呢, 我替他担心, 可能又会被抓回去, 我们今天的报告马上回来,